這幾天的天氣都是濕搭搭的 那麼雖然是不會有強風好雨 但是一下下雨一下放晴 讓大家真的是好困擾 那麼叫做天氣形態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氣象局發布的 這個雷達回波圖 雖然這個降雨的地方 並沒有是直接蓋在台灣的上方 但是卻在台灣圍繞了一整圈 因此氣象局好像說 他幾乎是把台灣給包圍住了 他也提醒這幾天的天氣都很不穩定 各地的降雨機率 其實都很高要特別留意 那麼再來看到這幾天 這三天的累積雨量的預測圖 不管是歐洲模式 美國模式 甚至是德國模式 他們的共同點 其實都是在南部地區 會降雨會特別明顯 那麼尤其部分地區 會有瞬間強降雨的機會 堤外地區要特別留意 有可能會淹水 那麼尤其有些山區 就算沒有下雨 它的水氣比較多 還是會感覺到特別的悶熱 那麼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是受到了低壓帶的影響 在中南部上午的地方 有可能會有震雨出現 那麼午後各地 也會受到這個雷震雨的機會 那麼要一直到這個禮拜五 八月五號的時候呢 太平洋高壓主導台灣的上方 那麼才會重新進入 典型的夏季形態 因此提醒各位 在禮拜五之前 還是有很大的降雨機會 外出要記得攜帶雨具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懇請訂閱開啟小鈴鐺